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你好 我是金川 欢迎收看活力加油站点亮生活每一面 大家好 我是正恩文彬 希望大家每一位在新的虎年里头 每一位都可以虎虎生畏 然后大家的生活都可以会非常的如虎添翼 那我们今天大家可以透过我们节目之外 也可以到我们的姐妹平台 也就是沉重追题报新闻 以及哗啦啦好康头的罗杰拉 因为在那里我们每一天也会有很多的 这个专题报道与大家分享我们节目的内容 当然新的一年也希望大家红运当头 这个在新的一年都是一路就一番丰盛 可是这个应该怎么做得到呢 是可以靠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有更好的运势呢 是 那当然这个运势我们谈到的话 跟这个能量的这种相符合就非常的贴近了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把我们整个能量带起来 据说这个水晶竟然可以帮助我们补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上进行建大主题啦 随着农历新年的到来 许多人会在家中放置水晶 因为水晶晶莹透亮 不仅可以提到装饰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因为水晶具有强大的能量 可以提升健康 采运 事业 情感 婚姻和学业方面的运势 但是水晶种类很多 每一种的效用都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需求 选择适合自己的水晶才能有效地改善运势 此外使用水晶也有许多的注意事项 若是使用错误有可能会引起反效果 所以一定要先了解后再使用 今天就让我们随着活力加油站 与专家一同学习如何选购适合的水晶 在新的一年里改变运势吧 水晶能够改善这个运势 但是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就说到 如果运用错误的话会有反效果 听起来就非常担心了 今天我们就来请教一下这位老师 他就是水晶与脉轮能量咨询师张诺林老师 老师您好 新年快乐 老师好 新年快乐 大家好 那首先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下 这个水晶跟我们人体这个脉轮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好 水晶本身是有能量的 那我们人也是一个也是有能量的 我们人之间是有 里面是有七大能量中心 就叫七大脉轮 那七大脉轮呢 它是控制我们总体的那个能量的运转 还有就是每一个脉轮 它影响了我们不同的客体 对 就是可能情绪 身体 行为 健康 健康等等 所以当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的脉轮是应该要平衡的 但是在实际情况下 我们常常会吸收很多负能量 就是我们的成长环境 我们的我们遇到的人啊事啊就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会让我们吸收很多负能量 负能量就会导致脉轮失衡 脉轮失衡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体现出来呢 它会就是会在我们的行为情绪 就身心灵上反映出来 就比如讲说我们会有度迹性很强 或者是很容易紧张 就是脾气暴躁 自卑等等 对对对对对 所以能量 水晶呢 水晶的能量跟我们的能量做互动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调整着我们的那个能量 我们的脉轮 它会把多的负能量吸出去 让我们脉轮回到平衡的状态 那水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功能 可以帮助我们就是 平衡我们的脉轮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能量中心 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呢 因为水晶是有不同颜色的 每一个水晶的颜色 它们有自己的震动频率 那它就是对应我们不同的那个脉轮 所以呢就是 因为我们脉轮是控制我们不同的 我们不同的方面嘛 对 所以不同的颜色 就对应我们不同的脉轮 所以不同颜色的水晶 就有不同的功效 简单来说 因为水晶它走的就是一种频率 这种频率就好像一种frequency 你知道吗 就会直接对应到 然后相互应 让我们这个脉轮 这个能量中心 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阵态 刚刚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不同颜色的水晶呢 其实它有不同的功能 对吧 那有哪一些 我们常看到的水晶的颜色 又可以针对我们哪一些问题 然后做出改善呢 对 OK 那我们就讲说 黑色跟红色的水晶 黑色跟水晶 因为我们刚才讲七大脉轮嘛 黑色和红色的水晶呢 是对应我们的海底轮 海底轮是 就是管着我们的安全感 所以 那个黑色跟红色的水晶 是可以帮我们消除焦虑 然后可以帮提升我们自身的安全感 黑色水晶也说是可以帮我们防小人 就是挡灾 还有去除负难量 而红色的水晶呢 也能帮助我们在血液循环方面 好像看到这两种颜色的水晶 好像市场上也比较少耶 好像真的 因为市场上比较多是粉色的吧 对不对 对对对 是紫色 黄色啊 白色 其实黑色也蛮多 黑色就是我们有所谓的黑钥匙 黑发金 对 红色的话呢 它可能不是很红很红的颜色 比如石榴石 它是偏暗色的 就是暗红色 这样 再来我们看其他颜色的这个水晶 有什么功能喔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幻灯片 这个应该是算是黄色吧 对吧 这个是橘色 橘色 对对对 橘色水晶有怎么样的功能呢 老师 橘色的水晶是可以提升我们的火力 然后其实因为橘色的水晶是 掌管我们的脐轮 在我们肚脐的位置 那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的 比如亲子啊 朋友啊 家人等等 所以就是橘色水晶可以帮我们 也可以帮我们改善人际关系 嗯 好 那为什么是蓝色呢 就这边有看到 有一个另外一个蓝色 另外一个颜色是蓝色 它就是对应我们的后论 帮助我们的沟通 我们表达能力 这个蓝色看起来就不太经营剔透是吧 它是非常实的一个蓝色 对 因为这个我们是取一个 就拿一个例子 这个蓝色这个刚刚看到的就是海兰宝 海兰宝当然它也有透的也有实色的 就是海兰宝 啊 明白 那接下来可能大家会很关注的就是黄色 因为大家我们都说如果你想要发财 或是希望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彩运的话 就会带这个黄色的水晶 那黄色水晶又直接对应到我们人体的哪一个脉轮呢 黄色的水晶呢是对应我们太阳轮 就是在胃的地方 黄色的水晶为什么说可以招财啊什么 是因为金黄色的水晶 它是帮助提升我们的自信性 还有我们做事方面的冲劲 还有果断 还有坚持 所以如果你是做销售的 或者是做生意的 你可以很坚持 就是很坚持去做一样事情 或者很有冲劲去 close生意那些这样 所以它在某方面是可以帮我们招财的 那如果说想要改善桃花 孕应该找怎么样的颜色的水晶呢老师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桃花孕呢是粉色 因为粉色的话是对应我们的心轮 粉色和绿色都可以 它是对应我们的心轮 是让我们人会比较开 心会比较开 会去接受别人 打开心发 对 然后也会懂得怎样去原谅别人 原谅自己 所以粉色是招桃花的 另外绿色呢 它也有另一个就是 在我们东方人里面说 绿色是机会资光上 就是可以帮我们照商机 照机会又转机 就是一个很fresh的颜色 还有什么要问呢 比如说我想提升一下我的球技能 或者说知识这方面 知识这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眉心轮 就在我们所谓的天眼 就是在两眉之间的 是紫色还有垫色的水晶 那这一个水晶呢 是可以帮我们开发智慧 所以小朋友是对小朋友来说 也是很好的 开发智慧 提升了我们对新知识的吸收 还有就是自我认知 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那一些就是紫色或者垫色的都可以 老师我也看过一些是透明的 它没有颜色 或者是白色的透明的 它有什么功能吗 白色我们就是最普遍的就是白水晶 白水晶或者是透明的就是白水晶 对它就是对我们的顶轮 顶轮就是我们的精神 精神状况 也可以帮我们改善睡眠的问题 还有就是犹豫消极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可能我现在情绪比较差 或者是可能比较负能量的 我就可以透过这个透明的水晶这样子 那其实每次都很在听老师这样子讲解的话 就是有不同颜色 就会对应到不同的这个能量中心 那我们在这个水晶上 我们是要摆放 还是我们要佩戴呢 两种是不一样的 就是佩戴的水晶呢 它是带在我们身上 就是它跟我们是有很直接 我们去到哪里 它的能量就跟我们到哪里 如果摆放的话 是那一个空间的能量 所以好像比如说我在 我在卧室 对 想要比较好入眠 我就可以放那个透明的水晶 其实我看过一些朋友呢 如果说他们都是在研究这个水晶的话呢 他们身上会带很多水晶 可是今天老师就带很少而已 那稍后呢 其实也可以问问老师 到底这个水晶带法应该怎么带 当然有一些人说水晶是不是也有分类的 比如说一些水晶是针对 就是吹彩啦 或者健康啦 开运之类的 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分类 OK水晶其实它对可以这样分类 不过因为水晶种类有很多 而且每一个水晶其实它的功效都蛮多的 所以比如说桃花类的 就比较普遍的就是粉晶草莓晶 就是粉色的粉色一晶是最桃花 不过也要看个人情况 如果你是你在感情方面 你的沟通可能比较差 就是因为你的沟通问题 你不敢跟人家讲话 所以你感情没有那么好 那海兰宝蓝色水晶也可以绑到桃花 然后此外就是建议给大家 管带桃花的 还有太阳石 紫离辉 月光石 葡萄石 健康方面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嘛 不同颜色的水晶 其实对应了不同脉轮 也就是对应了不同的身体部位 所以其实水晶都是可以 在各个方面都是可以绑到健康 是看你要哪一个部位 所以比较普遍的有石柳石 金发金 拉肠石 月光石 紫离辉 药石类 还有数据来绿种式这些 还有就是开运的这个水晶 但如果说觉得太过复杂 我们就以颜色来区分 会比较容易一些 也可以 所以通常就是可能如果是柴味的话 你想要招柴 然后也会就是可能有这个黄色的水晶 会放在你的柴味裤 这些这样子的对不对 那稍后老师会再更加的细细的跟我们道来 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留守我们的火力加油站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火力加油站 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水晶 因为这个水晶就可以帮助我们补运 然后家常可能在哪一个能量中心 它开始失衡了 就可以透过水晶来当一个补助品 那么老师在每一年 其实我们也会有看我们的这个生效运势 那可不可以说这个透过我们生效运势 然后看到这个水晶可以有一些补助呢 那其实生效跟这个水晶 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关系 生效和水晶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水晶是跟我们个人的运势有关 就是你去看了你知道你今年的运程是如何 哪一方面会比较弱 哪一方面需要改善你想要加强的 那你就可以找对应的水晶来配合去加强你的 你那一方面的运势这样 虽然说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老师也去研究了在2022年这个苦年呢 这些生效的运势如何 然后呢又可以怎么样去补足 这边老师有给大家一些建议 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怎么建议的 比如说在桃花方面 好在桃花方面呢 如果你的运势是属于就是 你的桃花运势比较差的话 就是今年可能你的运程说 你可能脱单的机会比较渺茫的话 那我会建议粉金 因为粉金呢是帮助提升我们的人缘还有异性缘 就是多多去交朋友 拓展你的人脉 对 那这边有三个生效 就是老鼠然后猴还有虎的朋友 那为什么是这三个生效的朋友 这三个生效就是他们在今年的那个桃花感情的运势会比较低 比较弱一些 比较弱一些 需要再加强跟改善 好 再来还有这个蛇 属蛇 属狗跟属猪的朋友呢 可以佩戴这个海兰宝的这个水晶 为什么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帮助我们表达吗 对 如果海兰宝呢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 你的感情意是需要你去行动 需要你去多跟人家沟通的话 这样海兰宝就可以帮助你 那如果你是有了另一半的话 海兰宝呢它的帮助就更大 因为另一半常常我们吵架啊什么 都是沟通上的问题 所以海兰宝在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改善 因为海兰宝出了沟通 我们讲的沟通不只是我跟你讲 是 我也要听你讲 这个就是海兰宝的功效 就建立一个健康的一种互动沟通模式 对 就这样子 对不对 老师还有第三个建议就是属虎属马 属鸡跟属狗的朋友可以佩戴的是太阳石 对 如果是单身的话呢 佩戴太阳石是可以帮助你展现个人魅力的 因为这生肖里面 这几个生肖里面 单身的话他们的人缘运其实已经很好了 只是人缘运好的话代表你很多朋友 可能你会有很多聚会 你会有很多社交活动 那在这些聚会里面 你要怎样成为一个就是焦点 突出人家看到你 对 这个太阳石就可以就可以帮你 对 在这一方面可以帮到你 另外如果你是有男女朋友 有另一半的话 太阳石是很好去提升你们的 之间的那个热情 那个感情 因为比如属马的 就是今年会很聘事业 所以它在感情方面可能会比较冷 比较降温 对 所以太阳石就可以帮助 就是寄起那个火花这样 就是重建你们的感情之间 让它升温 导温 这样子 OK 那再来我们来看 就是属龙的朋友的话 那老师的建议又是什么呢 属龙因为今年的运势是 就是桃花运势 对 真比就是还会更弱的 所以那个建议就是带子里回 子里回是调整我们身心灵的 就是先 今年你就可能先做好 先进化 先自我提升这样 先把自己保持在最好的状态 最后呢老师建议这个 属鸡跟属猴的朋友 可以带月光石哦 对 因为月光石呢 它是很好帮助情侣 还有夫妻之间 提升他们之间的浪漫的感情 还有他们性能感的 因为月光石是让我们多多人帮包容那些 所以如果是夫妻之间有经常会吵架 还是什么就是或者是脾气比较不好的 那就可以月光石可以帮到 好 如果根据老师刚刚建议 比如说属虎的朋友 老师建议比如说粉金跟太阳石 那意思是说他两样都要带吗 还是他想针对这个他就带这个就好 就是你要针对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带那一个 了解 老师这样子的话 我可不可以两个都带呢 那就可以补助两种能量 可以的 也可以的 就是其实也不会相冲突啦 对不对 不会 其实水晶真的是看你 想要怎样配戴都可以的 根据你自己想要改善提升的部分 过去两年相信大家受到这个疫情的困扰 都很担心我们的健康会怎么样 希望我在健康方面多多的提升一下 2022年针对这一些生肖老师建议 可以带一些怎么样的水晶 来提升我们的健康呢 在健康方面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嘛 就是不同颜色的水晶 它对应我们不同部位的健康状况 所以比如属和铺子的呢 就在肠胃还有消化方面 需要就是要注意的 所以就可以带黄色的水晶 比如黄水晶 颈发晶子等等 好 那再来老鼠 然后鼠虎的 还有鼠猴跟鼠狗的 就要带这个黑色的水晶 对 因为他们就是想 需要注意一些小意外啊 或者是有一些刀伤啊那一些 对 因为黑色的水晶是帮我们抵挡负能量的 嗯 那鼠牛跟鼠马的朋友有什么建议呢 嗯 鼠牛跟鼠马的在今年可能就是 很比较需要冲的 所以他们是需要 精力 对 精力 对 精力 还有就是让自己改善 就是不要因为疲劳过度 嗯 而造成一些小病小痛这样 所以就是建议拉长食 因为拉长食是帮助改善我们的疲劳 帮助我们睡眠 还可以补充我们的体力 嗯 好 那另外呢 鼠虎 鼠龙跟鼠蛇的朋友要留意咯 因为如果说今年呢 这个心灵的健康方面啦 还有情绪上啦 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对 对 可以怎么做呢 老师 那我会建议就是 子黎灰数据啦 就是紫色的水晶 因为这些水晶是可以帮助我们 虚缓我们整个人的 紧张的情绪 嗯 然后也可以就是很好地去 释放一些很压力 嗯 这样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生肖牛 羊 鸡的朋友的话 可能在这里的话 就要提升免疫力 强生 健体 那为什么是要这样子 特别要提升免疫力呢 老师 嗯 因为这几个生肖 它就在今年要注意的是 一些小病痛 嗯 因为常常伤风 咳嗽 那些小病痛 嗯 所以 所以啊 这里我会建议立宋食 因为立宋食就是帮我们提升免疫力的 了解 那我们都说 病虫浅中医啊 所以也不要忽视这些小病啊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要提升一下的 那当然哦 还有一些水晶呢 是能够帮我们吃开孕的 嗯 提升 吹 吹旺 好 开孕的水晶是 看你的 就是你整体 你整体可能有 你只要再加一点点补助的话 你可能你整体的运势就会更好 如虎天翼 这样子 对 对 对 那这里老师 也做了一些建议了 比如说 属老鼠跟属马的朋友呢 可以就佩戴啦 或者说 应该算是佩戴吧 可以用这个金发金 对 对 金发金 对 嗯 属老鼠的 因为今年其实是需要 就是需要靠个人的力量 自己去有点单打独斗这样的 哦 所以就是需要 可以佩戴金发金 让自己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信念 嗯 就是个人的力量 哦 好可爱 至于属马呢 呃 属马因为今年它是一个 很好可以向前冲的 一个生肖运程 嗯 所以金发金是可以让你 具备就这一方面的 因为金发金是让很冲的 嗯 去拼的 嗯 好了解 那还有另外一个很冲的 也要正面积极 然后可以依着你的计划走的 就是生肖牛羊狗的 所以老师的建议是紫水晶 嗯 那为什么呢 嗯 牛和羊呢 是因为他们的 呃 他们今年的那个 呃 机会会比较多 哦 就是他们有很多机会 那呃 呃 他们要懂得怎样去抓机会 嗯 紫水晶呢 刚刚我们讲是开发 我们的智慧还有我们的思考那一些 嗯 所以紫水晶是会让我们认清 就是我 到底有哪一些是我要的 有哪一些是可能对我没有那么好的 嗯 就是懂得怎样去 就是取和舍之间 达到一个平衡 嗯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知道 呃 我们的就是做好规划好一个目标 如何 规划好一个计划 然后如何去一步一步达到目标 嗯 可是这个属狗的呢 是因为呃 属狗的是需要去认清呃 呃 就是他身边的人谁是朋友 嗯 嗯 然后谁是敌人这样 所以呃 所以呃 在所以紫水晶也可以帮助 就是我们去知道 区医生的分辨能力 对对对 嗯 如果你要送礼物给我的话 记得送我紫水晶 那为什么你输什么 我非常需要 我输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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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属牛的朋友啊 老师有这个建议就是可以带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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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需要去用一个很正面的那种心态去面对的 呃 所以呃 我就推荐紫离灰 嗯 了解 再来的水晶就有这个超期 对 在今年就很适合生肖吐和鸡的朋友 老师超期是怎么样的一种水晶啊 超期呢 什么颜色 嗯 超期它是呃 超期这个水晶比较特别 因为超期是对应我们七大脉轮的 嗯 嗯 嗯 刚刚我们就说一个颜色一个嘛 对啊 这个好像就整体 整体了 嗯 7 in 1 对对对对 因为呃 吐和鸡呢 今年的运势会比较好 嗯 就是我感觉它们全面都很好 嗯 那你有一个好的运势 你同时间你再加强自己的能量磁场的话 就是好上加好 嗯 那你这一年你就会很ready了 哇哦 明白 那接下来就是蛇跟猪 对 嗯 好 这个蛇跟猪呢 我会推荐海兰宝是因为呃 呃 就是口舌 最近可能会有一些口舌 它今年會有很多改變變化的 所以它還需要就是要在精神方面 需要注意多一點就是留意 所以就是推薦在這裡就推薦白水晶 振奮精神 要特別強調其實配戴什麼水晶呢 跟十二生效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老師特別去研究十二生效 在今年的運勢如何 那這個水晶又怎麼樣幫助 可以提高他們的運勢健康等等 那老師剛剛你提到這些水晶 你們在馬來西亞普遍上找得到嗎 都找到的 會不會說很罕見的有一些 哪一些比較罕見難找 其實都沒有 如果你是有就是在水晶方面 有一點就是有研究的話 或者是你有買水晶的話 其實都還蠻容易找到的 所以還算是普遍化的 對 那老師通常你知道我們在公司啊 企業啊 通常人家說就是這個 離不開這種財啊這些嘛 那這個財運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帶這個黃水晶來提升 還是在這個同時 我們可以怎麼樣的一種搭配組合 可以更好的來去圓滑 我們整個開運的磁場呢 好 在財運方面呢 我們單單只是講運氣呢 就是金髮金 可是如果你是做生意或者是你做銷售的話 你除了需要那個財運運氣 因為那個只是運氣 那你還需要 金髮金還可以幫你就是加強你的衝勁 幹進去真正去聘你的Sales 然後同時間呢 做Sales的人或者做生意的人 最需要的就是表達 是 要溝通 要去見顧客 要去做Presentation So 金髮金加海浪堡 是給就是推薦給做生意 還有做銷售的一個很好的搭配 然後剛剛提到這個做人際關係喔 就是有一個搭配就是藍色的跟粉紅色 對 因為你要有這個桃花 對 大家喜歡你 對吧 要接近你 靠近你 對 在同時間在跟他們溝通交流 對 沒錯 當然我們說如果是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一群人一起走一個團隊 肯定就可以走得很遠 所以怎麼樣來可以凝聚整個公司的團隊呢 如果你是一個公司的領導 或者一個團隊的領導呢 會建議佩戴黑髮金和金髮金 因為黑髮金呢 它是提升我們自身的安全感 你領導人之前你自己要先有贊的穩 是 黑髮金也是提升我們的魄力還有執行力 同時間你再加強你的自信心 還有衝勁那一方面 毅力那一方面 那你就可以讓你成為一個很好的Leader 謝謝老師的講解喔 我們先休息一下啦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要請教老師 在市面上有那麼多真假的水晶 真的 擔心說這裡付了很高的價格 可是買到一個假水晶喔 那我們怎麼去分辨真假水晶呢 稍後回來請教老師 繼續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喔 上兩段呢其實我們聊過了這個水晶的功能啦 還有什麼顏色的水晶有怎麼樣的功效啦 甚至是怎麼樣的一個生效的朋友呢 可以配搭怎麼樣的水晶可以提高怎麼樣的運勢啦 這段我們就來再提升一下我們的知識 怎麼樣選購這一些水晶 特別是怎麼辨別 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 老師好像一般人我們這些沒有特別研究的 好像可以透過肉眼就看得出來嘛 特別是一些紋理啊 是 我先說一說 有人說你摸到那個水晶 如果它會發就比較冷的 它就是真的是不是這樣呢 還是說其實假的也會有這個功能 因為先講你剛剛講的那個 水晶它有這樣的功能 是因為水晶導熱很快 所以當你放在冷氣 或者一個比較冷的室內的話 它會一摸的時候它會很冷 然後關鍵是在於當你一摸或者一佩戴 它很快它就會變回 就是原本跟我們體溫相近的那個溫度 一般上真水晶是可以這樣子去辨別的 因為比如小玻璃啊還是其他的材質的話 它們散熱導熱會比較慢 只是說這個也是靠我們感覺 也沒有一個真正的一個理據說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分辨 了解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一般人 就透過肉眼就可以識別出來 還是要特別拿去鑑定價還是什麼樣的 最直接的方式呢 其實就是拿去專業機構做珠寶鑑定 不過其實很多人也不會這樣做 對 好像因為也要去花一筆費用 對 對 所以主要還是要多看還有多問 就是比如你想要買一條水晶 那你就去跟幾個賣家 幾個水晶賣家先去問他們講說 可以不會給我看這個水晶 大概這個價位的 然後你再從幾個賣家給回你看的那些照片 如果因為那一個在那一個價位的 那一個水晶那個等級呢 他們應該都差不多一樣的 可是如果你有看到一個是特別 顏色特別不一樣的 特別不自然的 這樣你就可以懷疑一下 另外一種呢就是 在這樣多個裡面 它的晶體是特別特別美的 不過它的價格很低 因為水晶有分等級 有分價位的 不然就是它的晶體特別乾淨 沒有棉絮 沒有完全沒有裂痕 然後它的價位也是很低 這些就可以 就是你需要去懷疑一下 可以問多一點 對 因為它是人造出來 那人造可能他們會做到 完美無瑕的那一種 就要多多的去質疑一下 不要馬上的就付錢什麼之類 對 不過回到來這個形狀呢 有沒有說真的水晶 是有這些形狀 假的水晶是別的形狀 有沒有呢 其實沒有 對啊 這應該很難吧 對不對 因為有型要做假水晶的人 他們會仿著 真的水晶的那個樣子來做 可是這個不同的形狀的話 是不是也不同功效呢 不同形狀的水晶 只要它是同一種水晶的話 它的功效都一樣的 只是不同水晶是寓意 不同的意思 還有它的用途 和你說可能有一些塔式的 然後有一些是圓的 那有沒有特別的一些 不一樣的功效 圓的那個呢 是水晶球 我們先說水晶球 它的功效其實 並沒有影響它的功效 只是圓的就代表 寓意著有球必應 如果你要心想事成的話 有些人就會買水晶球來拜 也寓意著夫妻感情圓滿 如果戴在手的 也算是圓的嗎 對 戴在手 也算是 也可以這樣說啦 好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有這個 這個第二種是算水晶三嗎 這個好像是紫晶洞吧 紫晶洞 紫晶洞 對 紫晶洞 因為它就是一個好像一個洞口這樣 可以記那個氣 財氣在裡面 所以就是講說 如果有水晶洞的話可以 意義則可以聚財 招財 守財 還有扶器這樣 了解 另外一個就是好像塔式的那一種 那個又是怎麼樣呢 那個是叫水晶柱 如果你看它的形狀的話 它是厚厚然後到尾端是一個尖角 所以這個呢 就是說它可以輸導水晶的能量 凝聚能量 就是把能量凝聚在它的那個周圍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角落 想要有特定這個能量的話 這個水晶能量的話 這樣你可以就是放水晶柱在那裡 那如果有很多水晶柱組成的 那是叫水晶柱嗎 那個是叫水晶柱 那個是叫水晶柱 柱 對 水晶柱 又不一樣了 對 那個呢 它是天 因為那個剛剛講水晶柱 柱子呢 它是有經過打磨的 所以它是平滑的 它的那個面 水晶柱呢 或者另一種叫水晶原石呢 它們就是從水晶礦 怎樣出來 被敲 被敲 挖出來過後 它就是那個形狀 比較原貌的內容 對 然後也沒有經過打磨 所以這一種呢 就是說它是跟 它的能量是跟地球最界定的 然後它也有最純潔的能量 OK 那是不是另外一個 好像這種就閃閃的這一種 有點像石頭 對 這種是叫水晶滾石 它是比較小塊 然後它的面是滑的 所以就很適合 我們做冥想的時候 握在手裡 或者是放在身體 就是對應的脈輪的部分 來 這種冥想的時候 幫助我們做能量的連接 或能量的疏導 哦 了解 那買了這個水晶之後 要怎麼擺放呢 是 真的 有沒有規則啊 老師 其實水晶擺放 是沒有特定一個 就是一個技巧還是怎樣的 所以 但是要注意的 就是有三個地方要避免 一個呢 就是盡量不要放在太陽直接暴曬的地方 哦 比如說陽台 會曬香爬嗎 對 陽台 或者如果你的房間是那個陽光是直接照射的 也不要 就不要放在那種太熱太熱的那種地方 因為有些水晶曬久了會顏色會很淺變淺 哦 還有哪一些地方是不適合的呢 老師 不適合放在 好像有那個什麼電器那種很多的 對 就是因為水晶不建議放在電器附近 因為電器本身是一個電磁場 水晶也是一個磁場 是 所以他們放在附近的話 其實就會有一些干擾 然後就會影響那個水晶的能量 嗯 不能放在電視旁 對吧 對 電視 或者是電腦 對 所以這個書桌盡量也不要放水晶囉 書桌如果有電腦的話就盡量不要放 可能就可以放在可能有旁邊的小廚 還有哪一些地方是不能夠放的 還有就是陰暗 比較陰暗 就是長期陰暗的地方 因為這些地方 你放在這個地方的話 水晶是它沒有接觸到陽光 它就不能 它就會一直在吸收著負能量 所以對那個水晶也不好 是 是 是 哦 所以水晶也會這樣子來吸收那個負能量 對 對 因為水晶跟我們就是 它除了是它吸我們的能量 其實也是把能量吸了給它 所以 對 所以就是盡量讓它放在有陽光的地方 剛才我記得提到 我看到一些研究水晶的朋友呢 他們可能身上帶有很多水晶 可是老師其實帶不多耶 那其實帶在身上的話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規則呢 如果是拿來帶在身上的水晶飾品的話呢 一個手就建議最多三種水晶 三種水晶 三種 三種 第六種 全身最多五種就好了 就包括你的臉 對吧 對 有些人戴耳環 腳鏈這樣 因為太多種不一樣的水晶 就是你會有很多能量在你附近 就是會 形成干擾 對吧 就很暖 對 那我們之前看到呢 一個手三種 全身五種 那左手是吸納型 右手是投射型的 怎麼樣來理解 OK 左手呢 因為我們常常講左進右出 左手呢就是最好是帶那種 可以幫我們招 招財 招桃花的那一些水晶 因為它是幫我們吸收能量的 把能好的能量吸進來給我們 右手呢就是要散出去的 把我們體內的負能量排放出去 所以一般上戴在右手的 一般上都是黑色的水晶 其他的其實一般上都是 戴在左手 都是吸納它的這個能量 那老師在佩戴水晶上 有沒有一些要特別注意的一些事情 是長期要佩戴嗎 還是什麼時候要把它除下來 對 洗澡的時候要拿開嗎 對 佩戴水晶就是不建議 就是戴著睡覺 戴著睡覺 因為剛剛我們說水晶 就是一直 它早上我們戴著的時候 它一直在吸收我們的負能量 所以最好是我們睡覺的時候 把它放著消磁 然後同時為什麼不能 佩戴水晶睡覺呢 是因為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要休息的時候 有些水晶它是會加強我們的能量的 就會影響到你的睡眠 對 會發呃夢這樣 好 那再來呢 可能洗澡的時候 洗澡的時候也不建議佩戴 因為我們洗澡的時候 其實水晶是可以碰水的 因為很多人問水晶可不可以碰水 其實水晶是可以碰水的 只是我們用的肥皂 沐浴露 那些有化學物的東西 它可能就會破壞水晶的晶體的亮度 同樣的游泳也不太合適 最後一個問題 有誰不太適合戴水晶的嗎 有沒有 比如說它能量過強的 它不吸收任何能量的 有沒有 或是小朋友還是怎麼樣 其實配戴水晶一般上都是可以的 大家都可以戴的 只是有些特別強 比如剛剛說超氣 進發晶 它們是屬於能量很強硬的水晶 所以如果你是體氣比較暴躁的人 或者是你身體比較弱的人 你戴了可能你會覺得頭暈 心跳加速 也會有這些反應 也是看你自己 如果你覺得我過了一下一段時間 我是OK的話 這樣你就可以繼續佩戴 或者選擇其他水晶 對 對 所以這個戴水晶也是因人而異 要選擇對 適合自己的水晶 那當然今天我們非常感謝老師 謝謝 謝謝您 再次祝您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有這個健康好主義 是 我們要叫大家做這個燕窩水晶工 好期待 千萬別走開 哈囉 新年快樂 大家好 我是治安療法師和營養師Amanda 說到新年 很多朋友的肉依說 肉乾是一定要吃的食物 肉乾是用豬肉的 瘦肉的部分 所製成的 所以嚴格上來說 它算是一個高蛋白的食物 可是在製作的過程 必須要加入很多的糖 很多的鹽 很多的調味料 這造成的肉乾雖然是高蛋白 可是同時間它也是高糖 高鈉 以及甚至有一些硝酸鹽 防腐劑的一些食品 一個成人平均鈉的攝取量 應該不要超過2400毫克 那一天肉乾的攝取量 應該是最好是建議半片 或者是以下 也可以選擇分享的概念 就是把它剪成小篇 與大家分享 那麼針對要減重的朋友呢 當然我比較不建議說 你在吃肉乾的時候 同時間搭配高澱粉的食物 比如說麵包啦 或者其他的粘餅等等 那麼這樣子呢 你的熱量當然是比較容易超標的 在吃肉乾不妨喝一些 比方說像普爾茶或者是綠茶 這些含有高抗氧化的茶飲 而且也沒有糖 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消脂 那說到肉製品呢 其實保鮮器跟保存的方法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保鮮不當的話呢 它裡面的油脂容易變質 那麼吃了對身體是有傷害的 所以說呢 一般新鮮的肉乾買回家 必須要在5到7天內吃完 那如果是真空包裝的話呢 可能可以長達一個月 那麼在吃之前呢 朋友們一定要注意它的有效日期 那過期的肉乾千萬就不能夠 再拿來加熱吃了 當然大家在新年期間 享用各種美食 像肉乾這樣的食物之餘呢 也不要忘記了 必須要攝取多一點 含高抗氧化的蔬菜跟水果 像一些柑橘類 維他命C的水果 像Kiwi 橙 木瓜 芒果等等 這樣子呢就可以幫助我們消除更多 對身體有傷害的自由基 同時也可以維護我們的免疫系統 增強體力 繼續回到我們的節目火力加油站 今天我們的主題都是圍繞在水晶 那這個時段呢 或者說這一段的節目呢 也就是健康好主義 也不例外的 我們今天的這個甜品呢 也是跟水晶有關的 那就是燕窩水晶宮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做法呢 先請出我們今天的甜品師傅 她就是曾麟梅老師 老師你好 新年快樂 你好 新年快樂 是 來說一說 這個是叫做什麼 燕窩水晶宮 為什麼有這個構思想要做這個甜品呢 因為在新年期間大家都很大方的 可以就是 吃比較貴的一些食材 對 包括這個燕窩 對 好了 我們需要哪一些食材 需要哪一些材料呢 我們有鮮奶油 鮮奶油喔 對 牛奶 糖跟這個Iota Iota是什麼呢 Iota是類似像Agaga Powder 但是這個它的口感會比較綿密一點點 是 對 我們還用了這個Vanilla Paste Vanilla Paste 香草糕 對不對 對 好 再來就是主角 燕窩和這個Agaga煲的 就是燕菜粉 是吧 對 好 我們可以買那些 一般上看到包裝一條一條的燕菜嗎 都可以 只是那個 它可能需要多一點工作 是吧 對 剛剛老師已經把這個鮮奶油 還有牛奶倒入鍋中 現在要加熱對不對 老師 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加熱 也要一邊攪拌 對吧 對 因為怕下面膠底 然後 對 它溫度差不多40到50度 就可以加入這個糖跟Iota 為什麼要40到50度之間呢 因為如果少於40度的話 它會攪拌不到 對 還有關於這個牛奶 我們要選擇怎麼樣的牛奶 是脫脂牛奶嗎 還是全脂牛奶 最好是全脂牛奶 對 然後過後就可以放這個香草 香草糕 對 給它帶入一些香味 對 給它帶入一些香味 對 這樣子 要煮到它廢為止 對 這整個過程還要注意什麼呢 老師 大致上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這個蠻簡單的 是 只是說要不停地攪拌 對 到它滾為止 對 OK 現在我們可以把火調大 看起來這個溫度要掌控得非常好 對 只是前面那個要注意40度過後 才可以加入Iota粉 這次老師自創了一個食譜嗎 算是 一個創意的食譜 對 好了 對 這挺快的吧 對 很簡單 接下來要做的步驟是什麼呢 對 這樣要麻煩主持人幫我過篩 沒問題 然後倒入在這個 為什麼要用這個過濾的呢 過篩 因為我們要過掉它的渣 跟它的那個泡泡 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可以做這個 真的耶 有一些硬塊 好 這也很容易 很簡單 好 老師現在準備的就是燕窩的部分 對 燕窩老師用的是這個 急開急引的燕窩嗎 對 那如果說自己家裡有一些 剛好新年期間有朋友送了一些燕展 自己處理也可以對吧 對 自己處理 或者那個工序也是比較多一些 對 那個會花一點點時間去挑 是 那這邊我們放了燕窩 所以我們等它滾 滾了過後我們就可以加這個 阿嘎嘎粉 如果不是用那個瓶裝的燕窩的話呢 我們需要放水嗎 需要 對 需要放水 因為這個剛好說那個瓶裝燕窩 它已經是有水了嘛 糖水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的話要自己挑 就是可能說我不喜歡這樣甜的話呢 我可以就是自己加一點水下去 是 依個人口味自己調那個甜度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把它倒入這個模具了 對 哎呀 有泡泡 已經失敗了 沒關係 還是有泡泡耶 這個沒有泡泡完美 對吧 不錯 謝謝老師的讚美 所以現在你看我的 這個開始滾了 我就可以放這個 阿嘎嘎包的 那這個牛奶的部分呢 需要冷藏嗎 老師 需要 讓它凝結 對吧 對 放冰廚差不多半個小時 要等半個小時 對 要看它的大小 如果它是寬的杯的話 可能要一個小時或以上 就看你們的這個模具的形狀是如何 然後大小又是怎麼樣的 對 好快滾了耶 對 好 我們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也要讓它去冷藏一下 對 這個我們的燕窩也差不多好了 我們這時候先再看一看 我們今天需要的食譜 還有做法是哪一些 對 每個都是 LEGIT 對 所有的粉力都能夠 这个凝固了之后的牛奶呢 是这个样子的 它算是我们的半成品 现在大家镜头看到其实是成品 我手上的呢就是半成品 来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半成品 它已经是凝固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 其实这个也要等它稍微冷却了之后 再倒入这个模具 不需要 可以直接倒入 好呗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 这多少其实也让自己可以去做决定 对不对 对 也是依照个人的喜好 如果有些人喜欢吃比较多 比较香的烟锅的话 可以帮忙它 就倒多一点点 对 但这个口感吃起来的味道呢 就是有一点牛奶的味道 牛奶 对 然后燕菜的口感 对 首先会先吃到这个烟锅 是 对 后面才会吃到牛奶 那如果我想要增加它的色彩的话 我可以放一些什么染色 什么之类的吗 色素 可以的 我们可以在牛奶这里加 为什么不能够在燕窝那边加呢 没试过 担心会破坏这个燕窝吧 对 好嘞 如果说你想要让这个甜品看起来更加的漂亮 赏心悦目呢 记得是在牛奶的部分呢 可以加上一些颜色 这边也再次让大家知道 这个牛奶呢要选全汁牛奶 然后呢在这个煮牛奶的过程当中呢 在四十度的时候就加入什么呢 对 那之后呢就让它沸腾了之后 倒入这个模具 然后要放在这个冰箱 至少三十分钟让它凝固了 对 老师还为什么要嘱咐我们的吗 在做这个甜品 没有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甜品 非常简单 老师这边还放了金箔 对 就有这个比较新春的一个色彩 气氛在里头了 对 那也希望说大家呢 也可以在新春期间呢 好好的尝试去制作 促进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了 也希望说在这个大年初时呢 介绍这一道就是燕窝水晶宫给大家呢 也可以让你们跟家里的朋友 家里的这个关系啦 亲子关系啦等等的甜甜蜜蜜 那稍后回来呢 我们将会有哇 狐狸好购物 到底会介绍哪一些好康给大家呢 就要尽情地留意 同时呢也跟你预告一下 明天下午两点 我们的主题呢就是 奇门遁甲何家欢 到底奇门遁甲是什么 怎么样的一个学问呢 记得留守明天下午两点 到三点的活力加油站 点亮生活每一面 一心愿 谁的愿 谁的愿 何家人 呼住呼爱 又呼向前 Go Go Let's Go 呼呼呼 就别再嘴堵堵 一起来笑一笑 再一句句祝福 喜欢你 甜蜜的那美丽丝流满谱 新的一年我们已听过 累开了幸福 呼呼呼呼呼呼 不爱又不相欠 Go Go Let's Go 快乐幸福 Go Go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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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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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Go Let's Go